从古代的教会到现在 教会有个传统 特别是在受难节跟复活节之前的一段时间 我们会在主日崇拜 在我们的家庭聚会 和我们个人灵修当中 我们会特别默想 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在释迦上 留学舍命的大爱 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 欲苦期 接下来在七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特别思想 主耶稣在十架上所说的七句话 我们简称叫做十架七言 这七句话分别是这样 第一句话是 主耶稣为所有人祷告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接下来耶稣对跟他同定的 其中的一个强盗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接下来耶稣对他的肉身的母亲 玛利亚这样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对他所爱的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接下来有一段很长的沉默的时间 然后耶稣大声呼喊的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接下来耶稣说我渴了 然后耶稣说成了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盼望透过这一系列的信息 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 耶稣对我们的爱 是何等的强阔高深 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救赎的恩典 是多么的奇妙跟伟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